好 各位好 我是可乐 那么今天教大家一个全新的方法 如何快速下载百度网盘 以至于速度达到50MB每秒 那么上次发的这个视频之后呢 这个叫做软件小妹的油厚插件已经挂了 那么在最近的一个月里 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插件 可以替代软件小妹的插件 那么它的下载速度也可以达到50MB每秒 那么首先仍然是从Chrome应用商店里 去搜索这个TyperMonkey油厚插件 然后点进去 然后点击获取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点击它 然后点击这个获取新脚本 然后点击下面第二个GraceFork 那么这里我们搜索百度网盘 然后你会发现第二个这个千斤下载助手 如果你搜不到千斤下载助手的话 你可以搜这个千斤下载助手 然后呢也可以获取它 咱们点进去 然后点击这个安装 那么直接我已经安装好了 那么这里我随便点开了一个分享链接 咱们来试试咱们假设要下载这个文件 然后就会发现右上角这个千斤下载助手 然后点它一下 其实需要先保存到自己的网盘中 咱们随便选择一个地址保存一下 咱们跳转到自己的网盘页面之后 再次构选所需下载文件 点击千斤下载助手 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点击获取直练 这个界面就跟软件小朋友很像的 所以我很质疑他们是不是一家开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访问的话 你必须要先用微信散标这个二维码 然后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回复验证码 填系到这个地方 这里我会放一张截图 当然油管的朋友们如果无法使用微信的话 那么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那么我会在24小时内回复你们验证码 那么由于我之前已经获取过了 咱们就直接点击获取直练地址 然后点击复制直练地址 这个时候咱们打开IDM 我们首先点击下载 点击选项 再次点击这个下载 然后把这个地方的这个Net Disk Ctrl C 然后复制到这个地方 点击确定 我们点击新建任务 点击Ctrl V 然后点击确定 这个时候你的文件就出来了 咱们看一下它的下载速度怎么样 What 已经已经 我刚刚没有任何剪辑就已经下完了 可能我家的网速是千兆带宽 所以一秒钟就下完了 完全没有看到速度 刚刚真的没有任何剪辑 比如说你摆着带宽的话 大概是10MB每秒左右 好了 那么这一期百度网盘的 新的下载叫声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 特别好用的话 记得关注我 我是和乐 我们下期再见